大家好,我是Stan 11月13号,韩国代表队在台北巨弹举行的 2024年世界12强赛的首场比赛中 以3比6败给台湾 韩国媒体指出 未能攻破台湾先发投手林玉敏 是韩国实力的主要原因 以下是韩国媒体的报道 韩国队的先发投手胡雍普 在比赛中紧投了两局 便因被台湾队的满贯拳雷达 以及两分拳雷达而被提前退场 这些关键的失分让韩国队陷入劣势 最终无法逆转比赛 而打线也保持了沉默 韩国打线在面对林玉敏时 直到第四局拿下两分之前 没有一个人能踏上了一包 韩国媒体表示 林玉敏确实是一位难以对付的投手 在2023年杭州押运会中 他曾两多对阵韩国队 合计投了11局,仅10分2分 在小组赛中,他主投6局50分 成功压制了韩国的打线 近年来,韩国队在国际赛首战中总是失利 尤其是对台湾的战绩相当惨烈 最近五次交手中金取得一胜四败的成绩 韩国媒体最后指出 虽然不能用短期的比赛来评判一切 但考虑到去年的杭州押运会 台湾的投手实力和攻击力方面 确实已经达到甚至超越韩国的水准 当天,台湾在攻守两端都领先于韩国 赤裸裸地展现了韩国棒球的现实 韩国在东京奥运会未获得奖牌 在WBC小组赛中遭到投胎 因此即便在世界12强赛中投胎 也不会令人感到惊讶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在评估赛中表现不佳的虎勇票 依然被安排为先发 这是教练组的决定 明知林郁明将担任台湾先发投手 却无法找到有效的应对策略 教练组责任重大 此外,台湾打者擅长攻略侧头的特点 早在几年前就已显现出来了 最近对台湾的战绩是一胜四败 这次又输了,变成一胜五败了 打得不好让人都没兴致看下去 人类裁判真的让人烦躁 快点引进自动判定系统吧 韩国职棒在今年球季开始 全面使用了ABS电子好球带系统 由电脑全权追踪判读球路 裁判怎么怎么了 没给应援洗怎么怎么了 明明就是实力不够才会说 干嘛老是怪环境 又不是第一次打课程比赛 台湾人在棒球案跆拳道方面 真的追上韩国了 半导体也是世界顶尖 像是杰森黄汉李萨素 台湾人真的很厉害 果然还是经理之外 实力不够 身价却被过度抬高了 除了押韵之外 已经很久没有在国际赛事上 取得好成绩了 甚至表现内容上也让人失望 只在国内受欢迎 却缺乏国际竞争力的话 很容易停摘不前而被淘汰 真的让人担心 对于昨天比赛的寒王反应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